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帮大家准备了什么主题 首先我们要带大家来聊的就是路股 路股今天又是一个惊涛骇浪的一天 今天一路的往下重挫下去 这个是不管国际股市怎么样的强劲 自己跌自己的 好 但是今天用力往下跌之后 它收了一个好长好长的下影线 这代表什么呢 国内非常多的观众朋友 大家都在操作连接路股的ETF 那你手中的ETF应该跌很深 现在该怎么办 待会我们请周董来告诉大家 还有就是台股的多空关键密码 到底要怎么看呢 今天国发会公布了景气最侧的一个灯号 还是代表衰退的蓝灯 好 那么这颗蓝灯又再度亮出来 怎么解读台股接下来 待会我们请詹总来给我们他的看法 还有就是苹果的财报已经公布了 虽然它的营收数字创新高 但是其实当中危机四伏 因为这是不是最后一次创新高了呢 它接下来还会有亮点吗 待会我们要请明翰带我们来看看 苹果下一个亮点会在哪里 好 我们首先先要带大家来看到 这是今天亚洲股市 我们先请一下周董 好 我们来看一下亚洲股市 今天走自己的路 之前大家会说亚洲股市看大陆脸色 结果大陆今天跌 亚洲股市自己长自己的 好 我们看到我们台股当然是联动大陆比较深 我们涨得比较少 开高走低 今天小涨0.27个百分点 这个日本股市大涨2.72% 台股股市大涨了1个百分点以上 只有上阵 上阵我们看它是跌的 但是它很戏剧性 你看它往下跌了之后 又拉下影线 今天的下影线有111点 下影线这么长 那这个问题来了 我们要请周董帮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上阵的日K线图 为什么画两条线在这里 这个3400点是之前的颈线 那跌破之后继续往下 那么最近的 现在我们要看的颈线在这里 2850 好 有没有跌破 有 昨天跌破 今天再跌破 那么技术分析当中有说 这个颈线跌破 三天之内要赶快站回去 对不对 明天是不是就是那个关键转折 好 应该这样讲 其实股市里面 大家没有说一定几天 那大家通常来讲 就是说一些老前辈 我们说一些老生家 通常来讲就是一些 操盘比较久的人 会跟你讲说三天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三天 比如大家来看一下 比如说在这边 上一次 对 很多次他挑战跌的时候 如果说三天没有站回去 代表说连足短抵的可能都没有了 是一般来讲 代表这麦压非常的沉重 对 比如说我们说抵有短抵跟长抵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 如果说给我一个月K好了 导播给我一个月K 你要上阵的月K吗 上阵的月K 对 上阵的月K 对我们要给一个月K来看一下 好 放大一点点来看 看最近就好 对对对 其实我们讲说这个长线来讲 不用我多分析 这个一定是还没有落底的 对不对 因为它这么大的一根长黑K 这个几乎来讲 好像是这个20年来最长的黑K月K 所以你说在这个地方直接落底 你投资人也要在这个地方去摸底 其实本来风险系数 风险就很高 你没有必要一定要摸底 一般来讲它也要足个底 那我们讲说回到刚刚那一张 如果说短时间 比如说三天没有站回去的话 一般来讲就是说 它连足短底好像都还没看到 这样那我要请教周董是这个 我们来看为什么给大家两条线 第一条在3400 好那之前就如同周董所讲 两天没有站回去 三天也没有站回去 然后往下再下一波 我刚刚帮大家算了 大概这个再往下下的幅度 有550点这么多 好那如果说我们看 已经连续两天已经破这个 2850的颈线 如果明天站不回去的话 它还会有一个再往下的跌幅吗 其实我觉得陆股现在是内外交迫 因为它还是会跟国际盘有一点影响 如果说美股中错的话 陆股也很难独善其身 原油还是会影响到它 人家说很多原油会跌的原因 跟中国 当然跟很多产油国的扩产有关系 那跟中国的消费不振也有关系 对不对 好那其实中国股市又很好玩 它其实它的又容易 我觉得它的市场没有到很成熟 其实台股也算蛮成熟的市场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最近一个很有名的事情 大家说索罗斯要放空中国 放空全亚洲 甚至什么中国官方媒体还出来 对啊 说你在放空你死路一条 对 一类的 其实这个东西是误导的 为什么 因为那个索罗斯呢 如果我们去看很多台湾的一些大报纸 台湾的媒体就写得很忠实 索罗斯只是在欧洲 的一个经济论台讲说 他认为中国的经济会硬着陆 然后他说他的资金都已经撤离亚洲了 大家想想看 资金都撤离亚洲的人 怎么去放空入股 你放空也要 新的资金又来 然后呢 然后他的资金撤离亚洲 因为他觉得货币会贬值 然后他说他现在在 他正式说他做空的是 说他在放空S&P500 他直接在他经济论坛上讲的 好 可是呢 今天那个 比如这些大陆官方媒体 在引用索罗斯的话的时候 他下面讲的东西 没有提到索罗斯要放空亚洲 可是记者标题写 索罗斯要放空亚洲 所以会不会有人就在讲了 这几天是不是很多大陆网民 自己看到这个新闻 哇 又是官方媒体发的 自己吓到 自己砍 所以是心理因素 对不对 我个人就以 就认识一些 华尔街的一些朋友来讲 索罗斯目前的资产 根本没有布局在亚洲 所以他怎么去放空亚洲 我还不知道 我放空也要保证金 放空也要有子弹 对不对 对 为什么 因为索罗斯是货币专家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他如果今天要做空你的股市 可是问题是你的汇率 上次有提到汇率的关系 汇率如果你一直跌的话 就算我股市赚一点钱 我汇币 这个整个汇损 汇率也快掉了 对 没有意义的 所以他现在的情况 他是把资金通通都 就以所谓是最新的操作 他公开讲的话 他是把资金通通移去美国 也要放空S&P500 就是他最近在欧洲论台 自己公开讲的操作 好 那回来我们就要带大家看 我们刚刚看到周董潭 这个陆股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是连结陆股的ETF 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两张图 这两张 这个一个是护生2X 一个是上证2X 这个是国内的投资朋友 很喜欢操作的标的 我们来看到 为什么谈他们两档 这个都是两倍你知道吗 这个操作的陆股完 一倍还不过瘾 要两倍 好 两倍呢 这个护生2X 为什么他又是大家最喜欢 因为他成本很低 你看他大概9块左右 他的一个融资予有31.8万张 这是台股当中第一名 我们以前想说 量最大友达群创面板 对不对 你看第一名不是友达群创 是他 是护生2X 那么在这个上证2X的部分 他的一个融资余额 也高达17.5万张 也就是说 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以来 入股其实往下跌了 大概三成 那ETF也大概跌 那么大的一个幅度 大家一直在往下接刀子 好 这怎么办 其实88有个业 我们有业问团对不对 也有自己的脸书专业对不对 包括甚至在我们自己平常在做分析师的工作上的时候 我发觉真的太多投资人 我说00630油根本就是散户的痛 比如说基本上很少人现在散户手上大概有一半 我说真的有一半以上有这支标的 我认为真的 所以说融资创最高根本就不会意外 对 就是两个标的对不对 合起来的话 一半以上的散户 不是中这个就中这个 对 至少有一支 那怎么办 大家想哦 你如果买这就算你还用融资 我们说一般融资的杠杆是2.5倍对不对 哇 对不对 那已经是二差了对不对 对已经两倍了 所以你就是乘二 什么意思呢 上阵跌1%你要跌5% 哇 嗯 所以当很多那融断的时候 或者说盘中杀的时候 今天上阵盘中杀的时候也杀得很重啊 对不对 像昨天一杀 哇杀到 6% 7%去对不对 6%你就变30%了 嗯 如果说上阵那种熔断机制什么10%的话 你就直接50% 一天可以断头的耶 所以这杠杆倍数真的很大 你买个股要 几乎不可能一天断头对不对 你今天可以 你买这个你是可以一天断头 甚至马上就要追缴保证金了 它风险非常高 不输期货 对 那怎么办 现在我们看它这跌幅已经这么深 现在又大家又开始问说 那个路股应该跌差不多 应该可以介入了吧 你看 我觉得是这样子 你说2000多点的上阵 如果你是买在这个2000多点的话 我是觉得啦 如果你是融资 你要用称你就是换现股去称嘛 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就是觉得它迟早有天会回来 那当然是可以 但是不要忘了 这种是不配息的 它跟那种什么 这种杠杆型的跟那种台湾50是不一样的 它是不配息的 所以你摆在那边是没有息可以拿的 但至少你要称你就把它换成现股 你用融资的话 我就讲了 你只要它的杠杆是五倍 对 所以的话你只要一下去 你一下就被追缴掉 一下就没有 所以说这是纯粹操作面 还不去提说中国股市落底的没有分析 的分析 这只是纯粹操作上来讲 你根本就不应该用融资去买一个已经是两倍的东西 因为你的杠杆是五倍 不是五% 五倍 五百% 对 好这个是在这个ETF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看很多小股民众 这个已经是心惶惶 我们来看中国大陆的大股东 哇不得了 中国大陆很多大股东 其实跟国内的一些大股东一样 他会把他的股票拿去银行 直接现金出来 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看到最近的停牌潮再现 为什么 之前的停牌潮 大家记不记得去年的股灾的时候 大陆的时候 一共有1300家是停牌 因为他们觉得我干脆不要交易 因为我一开门营业 我就是直接跌停牌 那我就暂停营业 对不对 我就停牌 最近又出现了 在中国大陆有四家上市公司 他们为什么发布停牌公告 因为他已经到了那个 直押的警戒线 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大股东 你拿股票去跟银行借钱 对 那借钱的话呢 银行会设一个比例 如果你的股票跌于多少 就是低于多少价值的话 比如说当时我借钱的时候 我股价可能100块 对不对 然后我就跌到多少之后 你就要去追缴钱过 对 或者就是还钱 就是你要补 所以类似像是那个担保率 对不对 所以他们已经到了 那个直押的一个警戒线 他就赶快停牌了 对 他就不停牌 免得跌怎么办 对 不停牌的话就要缴钱给银行 因为没钱缴钱给银行怎么办 所以连大股东都面临到这样的窘境 所以他们套现压力是很大 在中国里面 所以我说就像刚刚志玉讲 刚刚志玉提起你投资人提起得很好 天上掉下来的刀子不要随便接 今天你想想看 入股你们大家回去有 各投资人 你自己都有看盘软体 你把月K线图叫出来看 那么长的一个月K 你为什么不等足个底 你看到第一个红黑在街都不迟 我们知道因为大家只看日K 要看长一点 你既然买指数我建议 尤其就是ETF看长的 对不对 你要看月K 好那学到了 这个学费有点贵 我们来看到 那这个 那么是我们刚刚看到很多 这个大老板要停牌 对不对 那你知道他们大陆 这个是跟大家讲一个好玩的 他们停牌你要给个原因 给他们大陆的 像我们的证据 我们也要 我们也要给个原因 对不对 那他们的原因 他们其实放很宽 你就是什么样的原因 他都接受 但是我们来看 他们之前有资产重组原因 这合理 对不对 有重大事项公告 有我们之前最近 国内也有一家 也是因为这样子 这暂时停牌 躲避股灾这也算 这个台湾可能不行 台湾不行 你没有说那种 因为我预期我股票跌 所以我今天停牌 没有这回事 他们好像maybe 他们可以换一个名义 我们来看有人这样换 他说我财报被A走了 所以我要停牌 这在太妙了 来中等跟我们说 就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他用那样的一个理由 他就是一个做动物保健食品的 对 然后他就说 我的财报 在运往会计师事务所的途中 放在卡车上 对不对 整个不见了 他说车被偷了 对车被偷了 整个就找不到了 你相信吗 一般来讲 财报这种东西 你公司没有电子挡 对不对 讲什么鬼话 你说你如果公司发生火灾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个是连 中华民国的商 那个都 商业会计法 都允许你去做这个 这件事情 说什么车被偷了 财报在上面 如果只是车的话 实在是太奇怪 太瞎 但是他因为这样 他真的停牌 对 所以我们就来看 这是一个 有一点小花穴了 不过呢 回来到这个话题上 我们来看 大股东都在直押 这会不会是 押倒入股 最后一根稻草 因为现在你看 这么多家 已经低于警戒线 341家 这种就类似像 一般投资人 如果用信用交易 你也会有一个 那种担保率 对不对 好 那种维持率 对不对 那就请看 像这种大股东 公司的加速 低于一个公司 他们规定的 一个警戒线 都这么多家 通通加起来 大概有三五百家 那像里面 有多少大股东 一家里面 少说有几个 像以台湾两三 董一间 对不对 那大股东 你平常点一下 那个董监名册 对不对 大股东名册 少说都十几个 所以后面代表 那麦芽是很大的 对 所以这是麦芽 那再来 我们再来看一个 那么这也是一个 经济学家 那经济学家 叫安德鲁劳伦斯 那么他创造了一个 叫摩天大楼的指数 这个摩天大楼指数 他说什么呢 他说 根据他的统计发现 这个摩天大楼 只要再创新高 然后就会有 经济上的灾难 那如果摩天大楼 哪个国家盖的最多 那可能经济灾难 就发生在他身上 所以我们来看 这是过去的巧合很多 1931年盖帝国大厦 那个时候 全世界的最高楼 经济大萧条 世贸中心成立的那一年 石油危机 吉隆坡盖了双子塔的时候 有亚洲金融危机 在吉隆坡 亚洲嘛 台北101 结果呢 我们是美国科技股的泡沫 因为很多人形容说 台湾其实很像是 他们的戏骨 然后杜拜的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 哈利法塔 就有金融海啸 然后呢 我们来看 上海最近盖了 你看中国大陆 去年完工62座 摩天大楼 大陆重灾区 对啊 是不是很有趣 这个有时候就是 人家讲一些风水 像最近也有一些 我看到一些命理的 总是有些人是用 这种方式 也有人用这种方式 在做股票 对不对 那我们就是姑且听一听 有人就讲说 比如说2008年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 台湾的商业巨子过世 叫做王永庆 对 他过世以后 金融海啸 对 所以他那个 他这个有钱人里面 他的命格 他看不到金融海啸 他命很好 对 他看不到他 那个很危险的时候 那大家不要忘了 今年1月我们有一个 也是台湾的商业巨子 才刚过去 刚融发 对啊 所以的话就有人在讲说 会不会后面 又有类似的这种效果 就是让他先把他接走 然后就不要让他看到 接下来的 这个就是他们 有些人会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 就是刚好巧合的 这种东西 就是一些大型的人物 就好像 对 那样的一个离开 好像后面都会 引发一些事件 所以我们命比较健 就要留下来见 这意思 还要开玩笑 来我们来看看 我们要请周董 来帮我们好好聊一聊 这个是看到了 到底这是美股 好那美股呢 其实最近也都是 惊涛海浪 来看看美股 这个周董 怎么看他 接下来走势 好这边要教大家 一个东西 一个技巧了 其实我常常就讲 如果你要看指数 你要从月可以上来看 其实判断落底 真的不能 甚至这个东西 在电上教过大家 只大有没有听进去 你拿去用在中国 也可以 这都是可以的 我们来讲 我说第一个 你要看 你既然要接大刀子 就是警惕循环的大刀子 你就十年线 就已经抓出来 十年线 十年线抓出来 然后的话 这是道琼 对不对 道琼当然你看 现在也是两根大黑 可以在这边 你看他离十年线 还多远 对 还很远 我一直提醒大家 他离十年线 还很远 对不对 那道琼每一次 包括2000年 2003年的时候 对不对 那个时候 碰到十年线 一次警惕循环下来 对不对 十年线逐底 在欧带风暴的时候 十年线逐底 道琼有史以来 唯一一次跌破十年线 只有一次 就是金融海啸 所以那个时候 去救世 为什么那个 因为那时候 为什么要救世 因为他是第一次 跌破十年线 所以那时候 跌破十年线的代价 如果道琼跌破十年线 那时候花期的股价 只剩一美元 这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叫金融海啸 那正常的景气循环 他就是在十年线 会逐底 对 那我们现在就想了 你道琼现在离十年线的空间 还这么大 对不对 所以的话 我是说还没有落底 那接下来的话 怎么样找底部反转 底部反转的话 其实美股跟 这边帮我清掉一下好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用台股来做例子好了 很简单 你今天的话 也是看十年线吗 不是底部不是看十年线 美股的话 底部是十年线会落底 那至于说台股的话 就是新兴市场 像中国的话 你这样子看 就算今天半年线 他一定要上扬 你不要在这种黑客去接 因为半年线都往下弯嘛 对不对 他半年线上扬 一根红黑突破的时候 通常是底部 金融海啸是这样 对不对 2000年的时候 那个叫做 那个网路泡沫 对不对 一样嘛 半年线向上弯 第一根红黑突破 半年线向上 向上弯的半年线 被第一根红黑突破的时候 底部出来了 SARS的时候也一样 半年线向上弯 第一根底部红黑月黑突破的时候 底部出来了 连欧赛放这么小的循环 也是这样 半年线向上弯 第一根红黑突破的时候 底部出来 那最近有吗 最近就还没吗 半年线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半年线是上弯了吗 现在半年线下弯 然后在黑黑的头上 所以首先先要等它上弯 你要先等它落底 就是说你要等半年线上弯 而且它是上弯的过程中 黑黑都已经在半年线下面了 然后的话 一根红黑突破上去 好 所以简单来讲 周董认为还没有跌弯 当然还没有跌弯 我想说这个中长线上的话 都还不是底部 中长线都是空方格局 只是我们每一周来 有时候短底的时候 给大家一些机会 就是跟大家讲 但是我想说短底这个反弯 你可以选择做 你也可以选择不做 但是你如果做的话 你中间要把我们教一些技巧 因为我们一个礼拜来一次 每次把你追踪 你自己要把一些功夫 把它学好 好 非常谢谢周董 那么今天帮我们从露骨 那么看到这个美股 到底怎么样看落底的一个表现 好 那么再来呢 我们就要请一下詹总 来带我们看一下 我们回到台湾 我们来看台湾的状况 这个是今天下午国发会 公布的最新的一个 这个台湾的景气对侧灯号 又亮蓝灯 蓝灯代表衰退 好 那么这已经是第七颗蓝灯了 然后呢 它有一个这个 让大家比较振奋 就是稍微你知道坏消息当中 稍微比较好的好消息 它说他们认为第一季 应该就是景气的谷底了 詹总你的看法 呃 七个蓝对不对 对 十六分以下是蓝嘛 对 我刚才问詹总说 以前最多蓝是几个蓝 那么七个蓝很多吗 大概2012年 这里啊 嗯 有九个蓝 九个蓝 那按照目前的趋势来讲 其实这次的蓝可以预估得到 我预估下一次也是蓝 你很简单想 去年的基地 去年大概在这里 提起来相对的蛮高嘛 嗯 对 蛮高的位置上面 你看光 光两个重要的组成 有九项组成 第一个组成 加转指数 嗯 这一点里面加转指数 就掉了一千点啊 对 第二个呢 进出口数据 大家都知道蓝蓝嘛 嗯 所以几乎你可以肯定 这四 已经四个十四分了 应该还没有见到底 那还会再几个蓝 对 我预估 至少再两三个蓝 可能先剩 不要五十蓝就好 没有啦 干了一下 我不敢说还有多少蓝 口渴而已 但是里面喔 比较我值得担心的 大家应该比较担心的 就是新政府要努力的标的 就是说 这次的进口的 这设备仪器啊 竟然是大幅的衰退 这代表什么 代表投资意愿的不振 嗯 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空洞化 慢慢在形成 嗯 这是新政府很重要 要做的一件事情 嗯 当然里面也有一点春宴啊 春宴就是money supply 就是货币供给额 M1B 至少它是 对股市影响最大 它是在往上啊 那代表股市的资金 是没有余虑的啦 只是信心可能不足 钱没有进来而已 哦 那你说官方在说 这个是不是 第一季是落底 有没有可能 不好意思啦 我光是在位 这官话啦 我没有看到任何春宴 没有看到任何数据 跟讯号 所以在股市操作上面 我建议大家 你是怎么样呢 你尽量去看看 筹码面 技术面 以及我一直跟大家 强调的结构性的变化 这是最重要 所以大环境 我们边走边看 边走边看 我说落底 这个可能还早的 还早 好 这个被我们沾种 定义是官话 没关系 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 那么再来我们看 这是今天的大盘的表现 那么今天呢 早盘开了一个高 然后就是见高点 然后就一路的往下滑 今天的这个台股低点 来到7830 最后有稍稍的这个尾盘 稍微往上拉抬 今天小涨21点 收在7849 那么外资呢 今天小卖1.4亿 这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出 倒是呢 在期货的多单口数 现在增加到 两万六千多口 今天这个盘这样 开高走低 其实让很多人 蛮担心的 詹总对于今天盘的看法 其实今天盘 我觉得不错 你看大陆股市跳水 我们跳得还好 第二个呢 从7888跳下来 对 大陆跳得更重 大家清楚 第二个呢 苹果的财报 大概不太满意 还有加上我们今天 第一次谈起来 碰到月经线 所以今天有三大心理压力 还能够收红 涨了二十几点 不错啊 很多事情 这相比较之下来 至于还记不记得 三个礼拜 礼拜三同样时间 我们站在那边 那天中错了155点 对不对 这里放得大 来 我们看最近就好 看最近 那天中错了155点 那期货的 每一股期货盘就大跌 至于说怎么办怎么办 明天会不会要杀出股票 我说你明天就杀下去 刚好打到地板 然后挨巴掌 隔天就见到最低点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事情就比较 现在已经谈到这里了 对 那么我这么说了 那天我也告诉大家 重点是这样 我们固执延伸下去 上个礼拜 我告诉大家的一个重点 就是把那个字卡打出来看 凡是要有成堂证供 我说 那么利空那么多的情况之下 我建议你是 千山你独行 人家都不敢 你进去抢 红包拓手可得 现在应该赚一点小红包 没有问题了 我告诉大家 大家很多的变数 这怎么解说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这个关键也持续在进行 就是说我谈了一个小故事 说谈到油价 大家认为跌到十块十五块 我说很快 我判断很快就立即就要反转了 你看最近的油价涨了多少 涨回三十块 所以有一些东西是有机可循的 好 那剩下这些 有印证的这边 剩下六个交一天 大概就要封关了 那这个礼拜我带给大家什么话呢 我先送给 六天还要怎么操作 六天我送给大家十二个字 好 我认为反弹部还在行径当中 那你现在在车上 已经在被载了 对不对 继续坐稳一点 我认为还没完 反弹没有完 你继续享受一下被载的幸福 被人家载被人家推 之前大家都吓说 那个在农历封关之前 大家都会有卖鸭 不想要报骨过 来这件事情 我待会会有做两个重要推测 我今天跟大家讲两个重点 送给十二个字以外 两个重要重点 第一个重点 我前面讲话讲很多 现在由图形说话 我少说话 由图形来说话 我们用四张图 交织台股的生命曲线 来看四张图就可以了 先大家等一下 先跟大家先跟我 先念一下 我认为电子股 雨过暂时天晴 雨过天晴 金东股呢 欲火重生 陆股呢 虎尾春兵 我待会再解释意思 大盘呢 美丽虎形 那么这四个图看完之后 我再跟大家做两个结论 我们先看图了 先看图 先看电子股 电子股 电子股我过去讲说 苹果是先走主跌段 那电子股先跌 先止跌 你看它连续三天 都站稳在月经线上面 请注意哦 你现在假如 这个是一百 这个是三百一十六点 这个小颈线 给它涂穿的话 其实电子股反而有一点 你看它不好 开始有点嘎断空 空手人蛮多的 到时候可能就要强迫了 所以我认为它先跌 先止跌 已经有雨过 暂时天晴的味道 那么说金融股啊 至于还记得过去年下半年 我谈了四个理由 我说金融股从来不谈 我说金融股就是弱弱弱弱 反正我不相信 其实它现在也还蛮弱的 对 其实它就真的弱了 它要浴火重生了吗 跌到这个位置来 去年我的金融股完全不能碰 但是现在跌到这里 我认为TIF有一点反应过度 我认为中东的主权基金 所谓的抽进的问题 也有点反应 一贯负邦间 它近期间真的已经卖了 快四十万张了 我们用富邦间这档 个股的走势图 来代替金融股指数 你就可以看到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呢 你看这个大跌波 哇 平行股也是蛮标准的 很漂亮 跌到这个位置来 我认为这是 这个接手力道还蛮大的 我认为有反转的 有这个条件 那么你说富邦间这档股票 今年净值至少四十三块 我们光说去年 赚六块钱不要算进来 光净值只有四十三块 它今天三十五块多 对 对不对 那么抄叠之后 我认为这个地方 是有大阪的契机 其他金融股票 它们同样这个味道 当然我讲这样的时候 是在最烂的时候 你可能不相信 就像我们在讲经电 二十块钱的时候 我说烂石头会变钻石 对不对 那时候他也不相信 那我现在有这种感觉 我当初在那边讲经电 现在在那边讲 所以就是那句老话 叫行情在半信半疑当中展开 虽然是老话 只是当时以往然 你就在那个阶段 你不相信 你没有想到 所以我提醒你 这个是金融股票 来 这第二个 那么说到上证指数 唯一的变数最大的心理障碍 刚刚卓董有提到 我再稍微做一下补充 我个人看法 我说大陆股市叫做虎尾村兵 虎尾村兵什么意思呢 顺便教大家成语好了 对 这什么意思 云林虎尾 不是 老虎的尾巴 踩在老虎的尾巴上面 踏在春天的薄冰上面 代表什么 代表很危险 很容易就跌下去 被咬了 对不对 但是它是真的破还是假的破 这很重要 好不好 如果是真的破 说真的 如果这个地方 我用周K线同样的意思 这个地方如果真的跌破下去 我认为这不是 我很早就讲过 这不是经济的问题 恐怕连政治都有问题 所以我认为他拼了命 周董光说一天 对不对 我给他两天时间 因为周K线 周K线两天时间收周K线 他应该要回到2850以上 所以詹总意思 再多等一天收周线 之后再看一下 那你说两天里面 涨一百多点 才能够回到2850 还差一百二十多点 今天尾盘就已经抽了一百点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有那可能性 你看他表现 你看大陆股市的爆点 没有把欧美股市拖下嘴 反正欧美股市 还起来把它带上岸 对不对 所以明后天两天 可能有一点要拼命的味道 如果政治面没有动乱的话 所以他到底能不能弹上来 会代表大家 农历之前你的红包也多大 未来台股的后市 会不会被拖下嘴 两个重要的关键 好 所以这是第三当股 很重要 最后来看看我们的很可爱的 我们这张大盘家群指示图 对 这个家群指示图 你看看 你什么时候见过台股 有做出这么漂亮的弧心底 这弧心底是立功打出来的 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立功 大家都知道 打出这弧心底 而且这弧心底 是建筑在我所说的 这个下降轨的第三个转点 建构在这个基础上面 上次在这边我最后反弹 到这边说天雨落滑 小金站不稳会滑下来 跌到这个地方 我就短过可以开始 抢反弹了 抢红包了 目前的趋势没有错 还是在抢红包的阶段 还是在走 他应该会来探测压力点 但是还是下降的趋势 对 好 那如果是这样 他既然是走这样 那我告诉大家两个预测 也是我的一个简单 对家群指数的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说 这个结论在这里 我们用图形来表现也就可以了 好 我直接用图形来表现 对不起 对 来 我们的图呢 上一张图 上一张图是不是 来看这个 来 因为这一段的反弹主体 我是认为针对这一段下跌段的修正 那么现在的反弹是同级数 针对这一段的下跌段的修正 那如果这样子 请跟我念 请跟我一起念 我认为反弹的级数呢 刚刚那个图就可以了 对不起 那个图就可以了 这个反弹的级数 既然是同级数的修正 它是两段三坡 然后呢 时间三周 八千一百点难过 我们再念一次 两段三坡 时间三周 八千一百点难过 时间要三周 可是三周都过完年哦 对对过完年 所以它的走 这是第一个 所以它走势会变成怎么样呢 它既然是两段三坡式的 过了月经线之后 还是会震仗整理 再走一个小西坡 才会结束这段的反弹 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自己刚刚问了一个重要问题 说接下来过年 大家都要重新效果了 其实我告诉大家 这一次过年的 年前的压力并不像以往那么重了 很简单的道理嘛 我过去说了 停断必补 这些次大断头的筹码 通通出现之后 其实已经少掉变了 就是很多人早就已经断头出场了 丙种很多要结了 我跟你讲提早都结光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量小是一定的 但是你说量小压力有多重 反而这次压力并不重 所以我才为什么建议大家 这段行情里面反而还没结束 你还可以好的股票继续做就做到 大家动不掉 力都开始追价 量回到八九百一千利的时候 你开始再追了 换往来轻松 背在性股 轻松下车 我建议大家还可以说 短多可以继续做 好 非常谢谢詹总 那么詹总的选股 下一段我们再继续带大家来看 那么请一下明翰来 这个明翰帮我们来看一下 观众朋友的持股问题 好 那么第一个呢 他要问的是 6147的齐邦可不可以买进 齐邦可不可以买进 齐邦的部分 整体看起来 我们看到股价已经 做出一个短底来 那加上说今天呢 世界先进的部分 他有法术提到说 目前看到驱动IC的部分 有开始回温 所以理论上在 齐邦封测的部分 其实业绩有可能 在目前的淡季 慢慢的一个好转 所以我们看到股价打底之后 看看它慢慢的往上走了 那所以我们认为说 短线虽然是淡季的情况下 但是毕竟谷底到 所以我们觉得 慢慢应该有机会往上走 好 有机会 那再来他问红质 红质可不可以续报 红质的部分 其实就股价来讲 其实今天看起来 是非常强势 但是整体看起来 出一个比较大的量 尤其是如果你看到外资 今天其实重点在 出量的情况下 其实是由外资下去 做一个大量的一个卖潮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要有点小心 而且其实它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红质是一个 获利很稳定的公司 一年就是赚了一块多 其实就目前本益比 其实变不低 那在这个情况下 又没有太大的想象空间 外资又在卖 技术现行又留下一个 比较长相影线 像后续来讲 其实反而是要比较小心 要小心了对不对 好 那么再来我们看到一个朋友 问安诚药 安诚药怎么看 安诚药应该说 我们直接讲到生剂类股 因为前一段时间 在所谓小英胜选之前 夯了一大段时间 之前在生剂股在大涨的时候 好像也没有涨到安诚药 可是这段时间 生剂股在回档的时候 它也跟着回 所以这种股票就相对比较弱势 那我们认为第一季来讲 生剂类股可能找不到 比较大的题材情况下 可能生剂股 是不是要等520 等小英总统上升 最起码要时间比较靠近 所以理论上也许 可以抓到3到4月之后 才有机会 所以后续来讲 第一 之前涨也没有你 后现在回档 你也跟着回档 这种股票建议 还是要找一个 比较好的价格就出土掉 好 那么再来问飞节 飞节怎么看 OK 飞节的部分 其实这档股票 其实基本面还不错 那尤其是我们讲到 应该这样讲 这个是所谓的 做Post G 就是所谓的 我们平常去Sevenland 看到他们在点的那个机器 在点的那一台机器 那理论上 第一季在这边 应该是一个淡季 可是它比较特殊的现象 今天可能大家都 最近新闻都有提到 华泰跟所谓的 三井的outlet 最近台北开了 两家很大的outlet 就为了这个 造成它第一季的业绩 大幅增加 因为每一家outlet 都需要那个所谓的 购买的点击的机器 所以第一季 反倒在淡季 它营收有可能 持续往上走 淡季不淡 对 淡季不淡 甚至反而在透露 有可能营收会创高 这位观众朋友 他96块买 现在已经是赚1块9 他要问说 可不可以报股过敏 我们觉得这档业绩还不错 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可以是不是 好 那最后一个要问的是 勾玛吉 8472 OK 勾玛吉 来看一下勾玛吉 勾玛吉 挂没有很久 对 挂没有很久 严格来讲 新贵的价格比较高 后来 挂牌之后 确实一路的往下走 对 但是有一个比较好消息 刚好我们公司的研究员 刚好去拜访这家公司 然后回来我问一下 赶快问一下消息 他说今年的本业传购业绩 大概可以成长15到16% 那我说听起来还不错 对啊 可是他说他有 Gold Marge Pay 就是其他的转投资 那个部分亏损会扩大 我要说 为什么会这样 他说因为他要扩展 快速扩展 让下半年 Gold Marge Pay能够上来 所以今年上半年 要花更多的钱 所以今年的业绩 应该是持平 但是呢 看起来持平的话 我就觉得好像 没有太大动力 但是他告诉我一点 其实我觉得还蛮有吸引力 通常像这样的传购网 其实是非常有潜力的 所以他的本益比 通常偏高 正常来讲 会给他高一点 对 正常在20到40之间 就他今年的 去年跟今年获利角度 大概都在4块半 严格来讲 现在只有20出头倍 就是所谓的20到40的 区间的下面 比较靠近下面了 所以要提醒大家 其实严格来讲 他现在已经在 这个区间的下缘 比较偏下缘 所以我们认为说 整体看起来 虽然没有太大的亮点 可是股价理论上 下档应该会有个支撑 整理过后 毕竟比较便宜情况下 是有可能上 所以我们后续来讲 在这个技术面 这么烂的情况下 我们反倒是 对基本面后续来讲 是偏向比较正面的态度 好 非常谢谢明翰 那么带我们看到 这个观众朋友 问狗妈姐 买到新股 那么明翰 蛮正面的看待他 你参考一下 好 我们休息一下咯 下一段回来呢 我们要继续请明翰 带我们看到 就是苹果的财报 苹果的财报呢 大家说数字还不错 但是呢 它的一个猜测 有忧虑哦 怎么看呢 苹果接下来 还有哪一些亮点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回来 听到嗓吹红棍呢 国众的嗓 顺中有 红棍清晰地骚完 100块 100块而已 勇敢的 效果 不忍耐